中国四大网络小说家之一 慕容雪村将在七月参加香港书展 他游走在中国的新兴城市之间 是都市文学的代表 他的书中并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 跳出的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 在中国的互联网兴起之前 在中国的网络文学兴起之前 中国的文学其实是有点无聊乏味 我常常开玩笑 我就说这六十几年来的文学 特别的小说 基本上只有三个题材 就是写民国 写农村 第三个是写民国时期的农村 几乎没有真正的小说 说是在关注人的遭遇 很少有小说真正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从互联网时代开始 像我们这些人们 开始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 无意识的状态中 我觉得有个消息的觉醒 我们认识到写那种宏大的题材 固然有它的意义 但更重要的是写我们自己 慕容雪村的首部小说 成都敬业请将为遗忘 于2012年在天涯社区首发 总点击量超过十亿 2009年英文版小说出版 同时入围曼世亚洲文学奖 大概这个小说之所以 引起那么多关注 可能很多原因是 就是他是在互联网上 真正开始写自己的这样的作品 我倒并不觉得写得多好 也许是只是 我占了时代的这个光 因为那个时代没有 所以我写了 然后就会引起一些关注来 慕容的笔下 有当代中国最光怪陆离的一面 他最近的一本书就叫 中国少了一味药 我觉得那个药就是常识 因为那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 我到了江西上饶的 一个传销窝点里面 跟那些传销者在一起 生活了二十几天之后 我对他们的生活的一个观察 以及我在分析 这些人为什么会被 这么愚蠢的谎言所欺骗 我发现就是常识在其作用 就是他们少了一个常识 他们会相信那些 听起来特别拙劣 还有十分愚蠢的谎言 我们人人都知道 饿了要吃饭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很饿的时候 谁不让我吃饭 那么谁就是我的敌人 但是在穿销团货里 他不是 所有人都相信 我们现在饿肚子 是因为我们 肩负有伟大的使命 我们饿肚子 是组织上让我们饿肚子 是让他们在锻炼我们 是为了我们好 这不是很荒唯我 但这一切都是这个 还有这样的例子有特别多 慕容是大陆微博的意见领袖 三年就拥有了超过200万粉丝 我能够感觉到微博 对中国生活的影响 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微博提到了一些 对官员的监督作用 还有一点 还有一批人 我也是其中之一 致力于还原历史真实 把那些被图改过的 被篡改过的 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翻出来 那么大饥荒是怎么样 大饥荒跟所谓的 三年自然在海 是不是一回事情 文革是怎么样 一回一回事 在微博上 价值最大的 还不在于观点 而是事实消息 今天你比如说 假如说在广东的乌坎 发生一个事情 两分钟之后 我坐在北京 或者我在哈尔滨 我已经知道 我现在正在写的一个小说 叫《骗子世家》 写的是 当代中国生活的这种骗子 各种各样的骗术 在这本之后 大家会写一本书 初步定名叫《荒年之恋》 我想写才从1958年 到1962年 大饥荒期间的 一段爱情 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 离开中国当代 到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 去寻找我的故事 虽然是首次参加香港书展 但慕容对香港 却有特殊的情感 我以前都是从罗湖这边过来 到了这边以后 会感觉 松了一口气那种感觉 大概是从一个比较浮躁 比较紧张的世界 到了这边 我会有每次都有这种感觉 只要过了罗湖口岸 那么到这边以后 我就发现很多东西可以用了 Google可以随便地用了 我可以更新 我很久没有更新过的Facebook 可以上一下Twitter 我在香港这边 就是朋友也很多 会参加很多各种各样的生活 我有时候会去FCC那边 去那边坐着 跟朋友们聊聊天 在旁边有时候 在那个一岁会 可以看一些小的 很小的演出 更多的是去望角的书店 或者去湾仔带的书店 去买各种各样的书 我以前大概每两个月左右 会到香港来采购一批书 对于我来说 香港是我的一个 很重要的精神资源 支持这个城市 当中卫崛起之时 它不应该仅仅是 政府之福 不应该仅仅是 政府的富有 更应该意味着 公民的安全 幸福和健康 也不应该仅仅是 金钱之福 它应该同时意味着 思想 文化和艺术上的繁荣 它除了钱以外 它还应拥有文明